大豆在萃取的過程當中 它需要添加溶劑去做萃取 那這些化學溶劑就很有可能殘留在 這些所謂的脫脂大豆片 或者是脫脂黃豆 或者是脫脂黃豆粉的這些原料上面 大家好 我是妙妙 今天我們來說說醬油 威福菇所稱的醬油 是以植物性蛋白為主 然後依照所規定的加工方式 那這邊所規定的加工方式呢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然後添加調味料跟食品添加物 所製成的產品 我們就叫做醬油 那這邊重點強調的是植物性蛋白 如果你是屬於魚、蝦這種動物性蛋白 我們就不可以稱作是醬油 那依照威福菇所規定的加工方式有四類 第一個就是釀造醬油 釀造醬油就是用植物性蛋白 經過自取發酵而成的 所需的天數大概是120天到180天 這種加工方式呢 我們就稱為釀造醬油 那在產品的標示上面 也可以標示為釀造醬油 最低的標準是 總蛋量每100毫升要0.8克以上 那如果你是黑豆的話 就是每100毫升要0.5克以上 才符合標準 水解醬油呢 是以鹽酸或酵素分解植物性蛋白 所得的胺基酸液 這個是沒有經過發酵的 我們就叫做水解醬油 那它所需要的時間呢 非常的短 大概3到7天 那這樣子的水解醬油呢 必須在外包裝上面 標示水解的字樣 那通常這邊所用的植物性蛋白呢 都是屬於像是脫脂大豆 或是脫脂黃豆片 或是脫脂黃豆粉 為主要的原料 第三個速成醬油呢 速成醬油呢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胺基酸液 再添加醬油老或生醬油 再進行發酵 所得的呢 就是速成醬油 那它這個期限呢 大概是30到60天 也比釀造醬油短很多 那這個醬油上面 必須要標示速成的字樣 醬油老 或者是生醬油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到圖片上這樣 一桶一桶一桶的東西 就是我們釀造醬油所使用的醬油缸 那這一桶東西發酵好 以胃腹部的定義呢 這一桶裡面所撈出來的東西 就叫做醬油老 所謂的生醬油呢 就是將這個醬油老 擠壓過濾之後的產物 我們就叫做生醬油 所以水解醬油跟速成醬油 最不一樣的地方呢 第一個就是它有添加 醬油老或生醬油 第二個呢 是它需要經過發酵 30到60天 第四個呢 是大家可能比較常吃到的 就是調和混合醬油 混合兩種以上的醬油 所製成的 我們就要做調和醬油 有可能是三個混 比如說釀造醬油 混水解醬油 釀造醬油 混速成醬油 或者是甚至這三個混在一起 我們都稱為調和或混合醬油 那在這個產品的上面呢 就必須要標示調和或混合的字樣 水解醬油 速成醬油跟調和混合醬油呢 我們在這邊先把它暫時統稱為化學醬油 當然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定義啊 但是我們為了方便解說 我們就先把它都俗稱成化學醬油 那化學醬油有什麼樣的爭議呢 主要在水解的過程當中容易產生三單綠 零二醇 這個是目前被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是2A的致癌物 也就是經過動物實驗喔 是確認它會造成動物致癌的 不過這個普遍被認為喔 因為醬油的含量確實是比較少的 所以以一個醬油 以醬油的這個含量來說 是不太容易造成人體有健康的風險 但是以我來說我還是覺得說 我們既然有健康的沒有含這一類的東西可以挑 那我們就不要去挑這樣子的東西 在我們可以選擇或選擇購買的時候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解釋到 其實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真的很常 不知不覺的去吃到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怎麼分辨釀造醬油跟化學醬油呢 我們從兩個層面上來說 第一個從成分標示上面來說 化學醬油通常上面會標示大豆酸水解物 或胺基酸液 如果你在這個成分上面有看到這兩樣東西呢 你就可以非常確定它是化學醬油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從SGS上面檢驗 因為這些化學醬油呢 裡面都會含有用鹽酸下去水解脫脂黃豆 或脫脂黃豆片或脫脂黃豆粉 在這水解的過程當中呢 糖類會與酸類反應產生果糖酸 尿造醬油是用為生物分解發酵的 所以不會產生果糖酸 所以果糖酸這個產物有沒有被驗出來 我們就可以拿來分辨 它是釀造醬油還是化學醬油 另外醬油還有一個令人很爭議的成分 就是焦糖色素 為什麼要加入焦糖色素呢 因為醬油的顏色會隨著發酵的時間越來越久 它會越來越深 但是一般的化學醬油 它的發酵時間不會這麼長 所以它的顏色會比較淺 為了使它看起來比較像釀造醬油 所以就會添加焦糖色素 那添加這個焦糖色素呢 也是為了在我們煮的時候呢 它比較方便食物的上色 焦糖色素有什麼爭議呢 因為有一些焦糖色素 它會含四甲基米錯 這個四甲基米錯是經過動物實驗 它是確定會治癌的 可能會導致肝癌肺癌跟假裝腺癌等病症 我們所大部分會接觸的焦糖色素大概有四類 第一類就是普通焦糖 這個理論上是不含四甲基米錯的 理論上 那為什麼是理論上我們等一下再說 普通焦糖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可以想像把它就是糖加水 所組成的焦糖 我們就叫做普通焦糖 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亞硫酸鹽焦糖 這個是不含四甲基米錯的 但是這個目前台灣 是幾乎沒有在用的 這一類型的焦糖 第三類安鹽焦糖 這個安鹽焦糖裡面就有 含我們剛講的四甲基米錯 這一個治癌物 目前衛福部它是有做規定限量的 就是每一公斤要在200ppm以下 這一類的焦糖也是醬油當中最常使用的焦糖色素 第四類亞硫酸鹽焦糖 這一類的焦糖也是含有四甲基米錯的 那目前衛福部的限量是在每公斤250ppm以下 我們市面上常常喝到的可口可樂 或者是飲料類的焦糖色素 就是屬於這一類的焦糖色素 假設我們衛福部把所有焦糖色素都禁用的話 那可口可樂可能就不能在台灣販售 那唯一能夠販售的可能就是雪碧了 醬油的分級 CNS423是醬油國家品質的規範 根據醬油的總蛋量 氨基泰氮的含量 以及總部型物這三種來做分級 分為加一餅 理論上來說含氮量越高 醬油的鮮味會越濃 品質會越好 但是因為這個總蛋量呢 是可以利用額外的添加物來增加它的總蛋量 比如說味精 反而有一些古法釀造醬 我沒有做任何添加物的 其實很多時候反而很難達到這個國家甲基的標準 所以我覺得這個國家品質規範 並不是一個很好挑醬油的標準 也就是並不是它標示的甲基醬油就是好醬油 主要還是要看它的成分 還有它的製造的工序 來判斷這一瓶醬油是不是好醬油 因為這一些古法的醬油 經過時間的沉澱 它裡面的風味其實是非常豐富 而且有層次的 這個部分呢 是一般用添加物所添加出來的醬油 很難取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甲乙丙基的規範 並不是一個判斷好醬油很好的依據 我選擇醬油有三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它的原物料 必須要是圓形的食物 或者最好都是用黑豆製成的 第二個就是不要有焦糖色素跟防腐劑 第三個就是不要有甜味劑跟化學添加物 第一個最好是選擇圓形食物狀態釀造的 或者是黑豆釀造的 如果大家有仔細去觀察醬油的成分的話 其實有很多醬油的成分 我們以為應該是有黃豆 或者是黑豆小麥這種比較圓形的食物下去釀造的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成分的話 很可能會看到幾個成分 就是拖子大豆 或者是拖子大豆片 或者是拖子黃豆粉 這一類的主原料下去做釀造醬油 那什麼是拖子黃豆呢? 如果有看我們油品的影片的話 應該就可以知道說拖子黃豆就是這些黃豆 在炸完大豆油之後所產生的副產物 那講副產物我覺得是比較好聽啦 講白了就是廢物 很多醬油的食品廠就會買這樣子的原料做廢物利用 再把它釀造成醬油 這樣子的原料有什麼樣的爭議呢? 因為大豆在萃取的過程當中 它需要添加溶劑去做萃取 那這些化學溶劑就很有可能殘留在這些所謂的 拖子大豆片 或者是拖子黃豆 或者是拖子黃豆粉的這些原料上面 雖然喔 大部分的廠商都會主張說 我們所殘留的化學殘留物其實是非常低的 不至於對於人體造成傷害 但是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把這些化學添加物 在我們的身體裡面送呢? 即便它含量很低 因為我們還是有其他沒有化學添加物的可以選擇啊 所以在挑的時候盡量選擇 我們的成分上面就是很單純的 上面就是寫黃豆、大豆、小麥或者是黑豆 這樣的主要原料 第二個沒有焦糖色素跟防腐劑 我們剛剛有講到焦糖色素嘛 通常醬油用到的焦糖色素就是第一類跟第三類 那第一類是沒有含四甲基米醋 第三類是有含四甲基米醋 而且雖然現在目前胃腹部有限量 但是一樣我們能不吃就盡量不要吃 那為什麼我連第一類的焦糖色素都反對呢? 因為曾經新聞就有爆出來 就是像有一些比較高價醬油的品牌 它雖然用的是普通的焦糖色素 但是能然被驗出有這個四甲基米醋的致癌物 當然含量是比化學添加的含量少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你已經花了大錢去買這種高價品牌的醬油了 那我們就不要去選可能含有這個致癌物的這個成分含量的醬油 所以最好的話你已經花比較高的價格去買醬油了 最好這個高價醬油裡面就不要再含有普通的焦糖色素 還有防腐劑喔 防腐劑呢在一般醬油在最後封裝的時候 封裝完呢大部分會經過高溫殺菌 就可以讓醬油保存不需要放防腐劑 這種醬油通常都是玻璃瓶裝的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防腐劑的添加呢 大部分都是塑膠瓶裝的醬油 一樣這個防腐劑它都有可能造成肝腎的傷害啦 那我們能不吃就盡量不要吃 第三個沒有甜味劑或化學的添加物 這一類添加在醬油裡面的甜味劑跟化學添加物呢 雖然不至於致癌 但是能有一些研究顯示這些人工添加物呢 都有可能會造成腸道的負擔 所以我一樣覺得如果能夠不要有的話是最好的 常常消費者有一個誤解就是說 假設他用了這些東西 他的原物料是不是要整個展開 其實衛服部上面就有規定 就是不管你用了什麼醬油 你都可以在你的成分標示上面 只標示醬油這兩個字 不論你是用那樣造醬油還是水解醬油 還是調和醬油 你都是可以標示醬油這兩個字 這些所謂的化學醬油 我們其實真的非常常吃到 如果我們已經要去買醬油了 已經要自己煮了 那我真的覺得我們就挑一瓶真正好一點的醬油 可以照顧我們的健康 我覺得釀造的工藝它是一個藝術 不同的菌種或者是不同的環境 釀造的風味都會不一樣 就跟酒一樣 它都是很值得被細細品嘗跟傳承下去的 那我也鼓勵大家 如果你的身邊是有那些那種比較小型的醬油廠 這一些他們都是可能傳承了過去他們好幾代的手藝 流傳下來的這個醬油廠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們 我很希望他們可以繼續把這樣子釀造的手藝傳承下去 如果你有真是這樣的小醬油廠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讓我看到 Circ内容 Circ